巴拿馬運河 當今世界兩條最重要的運河 是溝通地中海與紅海的蘇爾士運河 以及溝通大西洋與太平洋的巴拿馬運河 巴拿馬運河以及運河所在的運河區 原來是哥倫比亞的領土 哥倫比亞位於南美洲的最不端 十九世紀末 一家法國公司和哥倫比亞簽訂了一個合同 打算在哥倫比亞的巴拿馬省境內 挖掘一條連通大西洋與太平洋的運河 法國公司請來了開作蘇爾士運河的總工程師 勒塞浦 勒塞浦以為有了蘇爾士運河經驗 開作巴拿馬運河不在華夏 但沒多久 他發現 開畫巴拿馬運河的難度要高得多 蘇爾士運河在平坦的沙漠上 畫一條大型溝渠 而巴拿馬有潮濕的低地 有幾百英尺高的山地 而且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間 海平面有較大的落差 塞浦驕傲自大管理不善 公司上下又貪污成風 工程結束的日子遙遙無期 法國國內的投資者漸漸索出了信心 就不願意繼續投資 公司上下了財政困境 法國公司的代理人 雅里略想到財大氣粗的美國人 於是他出火美國 遊說美國政府收購巴拿馬運河公司 索價一億美元 美國是一個兩洋國家 水路航運從大西洋的東海岸 到太平洋的西河岸要穿越赤道 從北半球到南半球 兜過南美洲的最南端密哲倫海峽 再從南半球到北半球 單程就要三個月以上 不僅商務運輸費時費力 軍事調動更加捉襟見走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 美國國會就開始討論 開發一條連通兩洋的運河 一九零一年十月月 美國海峽運河委員會 認為在尼加拉瓜開作運河比較省錢 若需1.9億美元 在巴拿馬開作運河雖然說 只需1.44億美元 但加上購買法國運河公司的1億美元 就達到2.5億美元 雅里略一聽就害怕了 即時宣稱原意削架 只要4千萬美元就可以了 當時美國總統是西奧多羅斯福 他有一句名言 說話要溫泉 手中壓大棒 知道雅里略急於將運河公司出手 西奧多羅斯福計上心理 他授議國會通過一項法案 聲稱如果哥倫比亞政府 能夠與美國達成協議的話 就向巴拿馬開運河 協議不成就向尼加拉瓜開運河了 哥倫比亞政府哪敢得罪美國才行 哥倫比亞駐華盛頓大使艾蘭 即時與美國國務卿約翰海協商決定 而一千萬美元的代價長期租給美國一條 兩岸國寬三英里的運河區 美國另外每年支付十萬美元 條約內容傳回哥倫比亞之後 引起軒然大波 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人民 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 大學生們更加血沸騰 他們將哥倫比亞國會 屯屯為主在外面高呼 哪個議員投贊成票 就不讓他活住回家 在人民巨大的壓力下 哥倫比亞國會否決了這個條約 西奧多羅斯風 路從心頭起 惡向膽邊山 他想被朋友 亞爾巴脫銷的信中暗示 要亞爾巴塔銷 鼓動巴拿馬獨立 還假聲聲地說 唉呦 我說出這樣一句話 是不行的 人們會說我煽動叛亂 所以我不能夠說 亞爾巴脫銷 是雜誌《評論的評論》的總編輯 他的雜誌馬上發表了名為 如果巴拿馬要獨立 怎麼辦的文章 公開跳售巴拿馬獨立 說什麼 巴拿馬人長久以來 就盼望著巴拿馬運河 因為這會讓他們帶來繁榮 帶來財富 帶來文明 帶來生活之改善 當他們聽到美國不辭辛苦 願意計法國人來完成運河工程 他們的希望又延起身了 但波哥大政府卻說不行 聽說巴拿馬的愛國志士 已經決心要獨立了 我們美國 作為西半球上的第一個獨立國家 深切了解獨立的珍貴 我們當然不會輪式去幫助一個 要求獨立國家 雅里兩對美國的信號 深領神會 即使在運河公司內 或是一個名叫 馬路埃爾阿馬多的巴拿馬人 充當所謂的巴拿馬華盛頓 這個巴拿馬華盛頓 在美國得到保證 美國派軍艦協助發動起義 他又與哥倫比亞駐巴拿馬司令 五埃爾塔將軍約定 由五埃爾塔將軍 擔任巴拿馬共和國軍總司令 當場送給將軍百萬美元 手下軍官每人三千至五千美元不等 士兵每人一百美元 1903年11月2日 三艘美國軍艦抵達巴拿馬地區 西奧多羅斯福宣稱 不讓任何軍隊 在巴拿馬五十英里內登陸 不管他們是甚麼軍隊 據說波哥大政府軍 已在前往巴拿馬途中 必須阻止他們登陸 就是這樣 巴拿馬共和國獨立 新政府即時與美國政府 簽訂了巴美運河條約 而一千萬美元的價格 將運河區租讓給美國 美國還在運河兩岸 各寬五英里的地區內 享有管轄權 只需每年交納25萬美元的租金 從1904年起 運河工地又重新熱鬧起來 幾十萬勞工在烈日和暴雨下揮灑著血汗 到運河開通時 共有七萬多名勞工喪生 至今 運河沿岸還有一個小村莊 叫做馬塔巡 馬塔是殺死的意思 巡是中國人的意思 馬塔巡就是殺死中國人的意思 原來 運河開畫之前 燒了一條運輸物資器材的鐵路 三千多名華工被招離捉路 猶熱猶濕的氣候 瘟疫肆虐的重臨 血衣小藥的條件 日夜開工的進度 使一千多名華工 染上了黃熱病和病毒性的利疾 悲憎感到在巴南亞運河工地上 運河公司連一口灌木也不給 在運河邊上抹了個大坑 將屍體一齊 湧入去草草掩埋了事 更加令人發指的是 公司的官員怕被傳染 硬將一些還未斷氣的華工 一起湧入大坑活埋了 為了紀念死難的華工 當地人民就將這個地方 起名為馬塔巡 運河於1914年開通 1920年投入使用 從此 巴拿馬運河成為一條重要的國際航道 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航程 縮斷五千至一萬多公里 美國通過運河 得到巨大的經濟和軍事利益 而巴拿馬人民 在長期生活在貧困當中 據統計 美國經營運河60年獲利450億美元 而巴拿馬更加收入11億美元 巴拿馬人民為了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 開始長期艱苦收回運河 及運河區主權的鬥爭